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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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像不是个什么事吧 为什么那么喜欢跟女朋友一块唱歌呢 因为我在丽江的生活闲暇时光 希望我会和大家朋友们一起在喝酒吃烤肉唱歌 所以我希望我们能一起唱歌 9号 男嘉宾 因为我之前去丽江的时候也是去那种小酒馆 然后里面就会有一些助唱 然后再弹着吉他之类的 我觉得那种氛围的时候就特别好 我特别想知道 你一般比较喜欢听什么歌呢 一般喜欢听一些轻摇滚和民谣 然后我也经常在丽江 因为朋友很多都开酒吧 然后会去唱歌 会去弹唱 要不要唱啊 可以 可以 一段危险的旅途结束 我想和你平静的生活 去看看天边日落 或幸福就是紧握的手 Safina Safina 所以我才懂得你珍贵 好的 谢谢大家 我们问一下 有没有女生想接着唱两句的 现在是卡拉OK时间 来 我想让15号你唱个粤语歌 我们听一听 我唱个很好听的 你唱啊 他唱永佐的《世上只有》吧 来 可以 我唱歌很好听的 好的 好的 我很喜欢杨晓晴会说我 我唱歌很好听的 我很会学方言 我语言天赋还是挺好的 他其实很有趣 就他说出来 即便后面的呈现 与前面的描述 没有那么吻合 你也不会觉得 有什么 对 但是你还是会喜欢他 对 还是觉得这个性格 本身还是挺有趣的 特别好 特别好 彭瑞 因为我也是乐队的主唱嘛 对 那你们一般民谣的话 你们都唱哪些歌曲啊 民谣《南山南》 可以可以 好 来来来 就这个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 大雪纷飞 我在北方的寒夜里 四季如春 如果天黑之后来得及 我要望着你的眼睛 穷极一生 做不完一场梦 好 谢谢 谢谢 第二个问题是 我不希望生气的时候 就是不跟我说话 11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比如说两个人吵架之后 你是去哄 还是说你也不说话那一种 我是会去哄 但是我觉得就是 有时候会不知道生气的点在哪里 那就有问题以后 及时沟通以后解决问题 是最理想的状态 22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生气他不理你 之后是做出怎样的这种 就算是错失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他不理我的时候呢 我就想办法嘛 就买杯奶茶 或者做一个他最喜欢的糖醋排骨 然后缓和气氛以后呢 再去就哄好了嘛 就好了 就是好的 7号 男嘉宾 你好 那如果你的女朋友是一个喜欢咬你这种 你会生气吗 不太过分 没问题 因为我生气的时候 就是大概 我给你形容一下 就是 怒气值会加50% 然后速度会加200% 然后敏捷会加500% 对 这个多少有点扛不住 我这瘦弱的小身体 是 这个是有点受不了 这有猫系女生 关键时候可以变成暴系女生 对 我很好奇 就什么点会让你从猫变成暴子 我曾经是因为男朋友没洗头 然后突然一瞬间就发火了 就因为她没洗头发 因为她没洗头 然后我就 就是有开始有点生气 然后她也没有及时哄我 然后我就怒气值 就是慢慢就上去了 你对她的发型不满意 你之前跟她说过吗 我有说 我说要不你还是洗个头吧 然后或者是你搞一下头发什么的 我觉得男生敷衍是不行的 对 2号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我换位思考一下 我看到这句话的话就是 我不理你 一定是你惹我生气了 那我希望你不要惹我生气 所以你可以做到吗 为什么说生气时候要足够沟通呢 就是说我不惹你生气 是我充分地了解你以后 这中途肯定会有摩擦 我有没有太懂得到 就是说女生一生气了 是因为男生让他生气 所以女生就要对他冷暴力 好像女生生气都是有道理 我觉得就是两个人有矛盾的时候 就是我们有三种思维考虑问题 一种叫批判式思维 就是我讨厌你这样 然后我希望你改 那这种方法就比较粗暴 那我觉得再好一点的方法呢 叫建设性思维 就是我们出现矛盾了 那么咱们讲讲看是什么问题 然后双方出一些主意 让这个事情能够建设性地解决 那更好一点的思维呢 叫成长性思维 就是说在这个矛盾的过程中 双方都去找找你们情绪的点在哪里 那两个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去彼此去修复它 然后更了解自己 也更了解对方 所以就说从批判性思维 我觉得是特别二元论的 特别简单粗暴的 然后建设性思维呢 是有助于处理问题的 那最好的成长性思维呢 是两个人人格 都可以得到发展的 但是黄老师说的第二种和第三种 对那个人格基础是有要求的 他需要那个人格基础完整 比较自洽 而且本身没有一些脆弱的预留 但是日常生活中的很多那种 一生气其实的意思就是脆弱被触碰了 所以他自己首先得不自卑且不自负 且对自己的任何的优短长烈 也有一个清晰理性的认知 在这个基础之上 建设性和成长性 就有了生发的土壤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要想尝试后两种 也觉得做不到的时候 可以先想一想 是不是我们自己的人格的完整度 还不够高 来看片子 一座城 一个人 一点午后的阳光 我叫李末 我从内蒙古乌兰查布来 我和丽江一见如故 如今我定居在这里 经营自己的摄影工作室 为丽江创作影像 基本上白天我都会在工作室处理素材 下午我就拿着相机出去拍摄 记录我眼前看到的世界 幼龙雪山 蓝月谷 大自然告诉我 很多事情 只能我先成就它 它才能成就我 这让我惊喜的是一个 叫宝山石头城的地方 宝山石头城是一个 建在悬崖峭壁上的一个村落 它里面原始居民 基本上是纳西族的原始居民 车子是进不去的 只能倒到村口 整个运输过程 我们看都是拿着马匹 两边两个框 村子里面的人 基本都是自给自足 和外面嘈杂的世界相比 这里却给了我安定的内心 之所以去记录是为了表达 大学毕业时我结识了 非遗传承人蔡学真 她花光十几年的积蓄 致建栗树竹展厅 去传承民主文化 源于对她的敬佩 我以此为题材完成了 人生第一部记录短片 《栗树手艺人》 日常的拍摄工作固然繁忙 但是每周和朋友们的聚会交流 必不可上 很多时候自己家 因为很多都是开客栈 或者有一个院 基本上喜欢在家里吃 然后弄上一桌菜 喝点酒 就开始唱歌 感觉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我在这里找到了属于我的生活方式 你愿意和我一起爱上丽江吗 9号 您跟您朋友一起吃烧烤唱歌的时候呢 可以试试我们的这个苏萨的这个生榨椰汁 然后这个椰汁呢 因为是用新鲜的这个椰肉来生榨而成的 然后口感呢也是比较自然清爽的 然后我想特别提醒一下你 就是我们之前常喝的那个特种冰那个生榨椰汁呢 在今年已经就是升级成了这个苏萨生榨椰汁 所以您要是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购买 好的 我带到丽江喝 好 谢谢 好的 变秋阳 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你从原本的地方 然后去到丽江开始新的生活呢 我最早是读书去的 然后毕业了以后呢 我觉得丽江这个城市就景色特别美 然后还有就是一帮人聚在一起玩音乐 或者是砍大山 都是一个很放松很包容的状态 是的 其实我也非常羡慕男嘉宾 就是想一下这种生活方式 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去体验一下 你这样的一个生活 谢谢 有机会可以去玩耍 好的 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说法叫第二故乡 你们心里有没有属于自己的第二故乡 二号 我第一个故乡就是我的老家 第二个故乡就是合肥 因为我在那里开始工作和成长 我在合肥待了九年 然后真正创业之后 然后去了上海 是我第三个故乡 所以我今天来到这里是把第四个故乡找到 所以我是这么定义每个阶段和每个故乡的一个认识的 对 五号 就是今年是我在南京生活的第三年 其实第一年的话我刚到这里就比较抵触 因为我觉得这边其实太清淡了 然后第二年我就再适应 然后第三年我就觉得我非常喜爱这种城市 但是我就要离开了 所以我也非常希望就是记录一下南京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我们如果有足够的年岁的话 也许会生活很多城市 也许有人一辈子没有离开过那个城市 我们经常在语言当中的描述 无论是文学性的 还是我们口语当中说到的第二故乡 我认为符合几个要件 第一 它是我们生活了一段足够长的时间 你说住一个星期那不能叫第二故乡 第二 对我们未来的生活有足够大的影响 第三 留下了我们深刻的情感记忆 有这三个要件 我觉得它可能会形成第二故乡 那个史航老师之前有说过一段话 让我印象很深刻 他说故乡的特质是你一生可以走过很多地方 到处你都能看到设着密码的门 但是故乡是那个你能用指纹解开的地方 这又为什么你回到第一或第二故乡的 那种归属感无可替代 就是其他的地方你都还要锁 要密码才能刷开 但这个城市你只要靠近它就开了 那个宝山石头城 从离丽江那个城区有多远 离丽江城区200公里吧 虽然很近 但是整个都是蜿蜒的那个单向山路 它有一截都是石子路 它还不是水泥路 所以要开很久 要开六七个小时车才能到 我觉得是不是正因为这样 才保留了它原始的模样 对 对 就像西藏的墨托 也是最后同公路的线嘛 做一下你的那个纪录片 我是机缘巧合下认识蔡大姐 这个就是我片子里的主角 蔡大姐这个人就是 吃饭和穿衣打扮都是特别节俭 然后衣服袖子上都有洞 然后吃饭也是出茶淡饭的 很简单 但是呢 她为了传承她这个隶树族的文化 自己花了很多钱 然后建一个隶树族的文化展厅 带着队员们学习这个飞仪的唱法 然后学习跳舞这些 她一个人能把这个事给撑下去 是特别不容易 是你在她身上看到了 你喜欢的那种精神 就热爱艺术 无比坚持 是的 其实对我也是有很大的影响 我想把一些东西传播出去 我先记录下来 有梦想的年轻人 这个时代真的很多的细节 太值得被记录了 是的 是的 5号 就是我很想去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拍纪录片 然后我就没有想到 今天男嘉宾就是这样一个 我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 他真的在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我自己的话 是有做一些就是关爱 麻风病康复这样一个公益项目 其实我也自己很想去 把它拍成一个纪录片 是有做完工 那个可以请男嘉宾 就是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就帮我去拍一下 这是你是我的眼 可以合作 然后我上学的时候是有参加这样一个公益组织吗 我们就会有一周的时间去到那边 看到他们的身体上那些流下来的残疾 然后包括他们就是脚可能都会有溃疡 我真的就是觉得我都心疼了想流泪 但是我们这个群体太小了 就是好多人都不知道这样一个群体 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帮助 谢谢 好善良的女生 然后我觉得一个好的纪录片 首先有心意 就是你要有一颗想记录它 表现它热爱它的一颗心灵 其次是一个独特的视角 所以纪录片存在的意义就是 它看到了很多其他人没有看到的地方 所以把它记录下来了 那个心意是最无法伪装的 所以我相信 如果你们有这样的心意一定能做好的 你可能只需要一双拍摄的手 一双跟你一起发现美的眼睛 就是在这里 我觉得它很合适 太好了 太好了 其实我前期拍的这个片子 不是很成熟 那么我一直的梦想就是说 可能在我40岁左右 然后包括我技术成熟以后 经济条件也成熟以后 我还会自己再去做一个 属于自己的独立纪录片 好 来看一下这个 谢谢 丽江找到了我 我也选择了丽江 但我与爱情的奔赴 还是没能到达目的地 我遇到过一个 和我有共同美术爱好的女孩 我们在兴趣上很合拍 曾经形影不离地陪伴彼此 而现实的推进 让我们各奔东西 我并不是一个擅长处理异地恋的人 分隔两地的我们 无法再保持通平 我也会变得束手无策 爱情不再是我们 理想中的样子 我们只能结束了关系 后来我在大学 遇见了一位女生 她比我小两岁 在丽江我们相处的时间很多 感情也一步步升温 但这段感情 却不太被她家里人看好 家里就是不太愿意 让她在外面谈恋爱 当时也想着就是也不高兴 因为毕竟都是成年人了 还不让谈恋爱 就是也说过这个事 当时没有太在意 但是后面经过时间 一步一步推进吧 可能这个问题就爆发出来 她在纠结了很久以后 开始跟我说了这个事 说完以后我就觉得 分手就分手吧 最起码见一面吧 就决定我说去找她一下 然后也跟她家里沟通一下 她姐姐也是异地恋 结婚两年多的时间 切实地面临了一些生活的问题 所以基于现实原因的考量 不建议她异地恋 对于感情 那个女孩的姐姐 对她的影响是不是很大 是的 她姐姐应该比她大个十岁左右吧 在家里面可能是 长辈的一个概念了吧 那么她姐异地恋 就是说遇到了很多问题 并且她觉得如果不是异地恋 就很好解决 那么她就把她带回去了 家长临走了 就是家长不同意 你们在过去的情感经历里边 有没有遭到对方家里面反对的 22号 我有过这样的经历 我是离异的嘛 就是我的这段感情经历 就是因为家长不同意 但是当时年轻 还执意地跟她在一起 但是用经验告诉了 如果家长不祝福的婚姻 是很难维持下去的 对 那我也想问一下男嘉宾 那如果你在选女朋友的时候 你家长的意见 如果和你的想法不一致的话 你会如何来处理呢 我家里是完全支持我 就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你是有过一次婚史的是吗 对 我是离异的 而且我还有一个宝宝 那你总结两个离异的原因 会是什么 就是首先呢 你要很清楚地知道 你想要的是什么 这个很重要 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说到的 我觉得父母的这种认可度 因为结婚了之后 就是双方家庭 尤其是有了小孩子之后 这个时候就是牵扯到很多问题 比如说孩子未来在哪里上学呀 你们的户口会落在哪里呢 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对 我们一个在丽江拍纪录片的男孩 头都问大了 听到这一对事 来 5号 男嘉宾你好 就是你刚才有说 你专门去找你的前女友见面 就是为了分手 然后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分手一定要见面说吗 首先我跟他分手是 属于前面在热恋的阶段 当时第一要去主要是想挽留一下 也是想跟他家里沟通一下 然后跟他姐沟通了以后呢 挽留不成那我就分手也要去说一下嘛 你再解释一下 你认为的志同道合是指什么 我认为的志同道合是可以一起跟我玩音乐 对 你说的志同道合怎么听上有点像共同爱好呢 对啊 都可以一起做一些事情嘛 一起事业上也好啊 然后爱好上也好 就是聊得来吧 我觉得因为这个男生在曾经两段过去的感情当中 都是理想败给的现实 那刚才女生们也说到了 就遇到现实怎么办 孟老师也说了 对吗 你要说到这些很生活的问题的时候 大家也都在看你是怎么来认可的 但好像你并没有特别正面的回答 不是说要一个完善的答案 只是说在这方面你又没有过考虑 我觉得可能女生想多听一些这个 我想问一下 刚才不是还想一块弄纪录片的这个 纪录片partner 对啊 就是她确实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工作伴侣 而且正在做的事情也就是我非常喜欢的 但是如果我跟她一起走的话 可能确实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些现实因素太多了 我觉得这个不太符合我的预期 但是就是我真的希望男嘉宾可以一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后我也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伟大的事情 就是一个平凡人在用自己的力量去记录更多值得记录的东西 谢谢 谢谢 看一下心动啊 哎 哎 来看一下 谢谢 记录片小伙伴